哈囉 各位小伙伴 我是阿Yi 今天我們要來玩的是復仇者 好多人都跟我說 不知道復仇者怎麼玩 老實說 未覺得復仇者很難玩啊 他的技能呢 就是在你看到面當的時候 你也可以獲得短暫的刀刃能力 9號 那這個短暫到底有多短暫呢 只有4秒的時間 真的很短 我有核對身份啊 啊 賺錢了 我公全輸 我公全輸 好 知道了 你這樣太明顯了 你這樣太明顯了 我消除不起 我要看IY的任務條 我要動了喔 動了動了 有看到吧 看我任務條 好 不是好了好了 OK OK 那6號你怎麼沒有動 喔 明星RIP了 明星 哪267都不出刀 就是你在接機體 然後那一道不會是3跟9 3號好像說他有精髓吧 剛剛有看IY在越南市 我可以保3號 3號的位置好像就在客房嘛 然後我在餐廳一邊接電線 然後那個通訊是我剪的 然後可以保3 而且3號大天走 出生在餐廳 然後一開始跑到越南市閱讀信件 在通訊中段我沒有去剪 因為其他的都在左半邊 我就到電力室去接線 對 然後有看到5號 知道不會是我跟5號出的 我一開始自行南觀的星座 然後通訊中段 我去剪的時候就已經剪好了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8、9、11 沒有說明星RIP 出生那集就是 出來之後看到2號從左半邊過來 大廳往上 然後最後位置是在監控室處剪那裡 所以我小踩2號 可是明星RIP的那個時候 2號它是從好像大廳走到雕像吧 那6、7、10我可以保證他們不出這刀 因為那時候明星RIP的時候 我跟6、7在閱覽室做任務給他們看 我好像沒有聽到6號講說明星RIP 有點懷疑 出生電力室配電盤 之後到廚房等通訊解好 解完以後廚房加工 去餐廳有遇到12號 往上跑去大廳 到雕像那邊的時候就看到米 然後又看到RY 還有幾號我忘記了在雕像那邊 等一下 我這餘腦我忘記我講什麼了 12號是好人齁 這裡有大廳演奏金水的 3號有大廳演奏鐵號 然後10號可以小保 明星RIP的時候我在 我爸那裡 10號在電力室 有呀 為我看到明星RIP啊 差不多走到雕像那邊的時候 明星RIP就出來了 然後我有聽到阿娃喊一聲 喔 那阿娃的他有任務條動 所以我可以保 另外一個我忘記是誰了 6號你說的就是我了 1號任務條動 阿娃也有看到我任務條有動 阿娃跟他講我的身份阿 他6號就真的在那個院士裡面 不知道是怎樣 是要做任務還是看任務條 如果這樣保來保去的話 可能要出11 對啊 因為11沒有人保啊 他有提到明星出 他沒有提到阿 第一個講的是12 所以12應該是好的 阿娃我是可以看那個靈魂的 來分析一下局勢 這局只有死一個4號明星 267當時都在我旁邊 不出刀 3有精髓 50又可以互保 12是第一個講出明星死訊的 所以應該也是好 8不是刀刀現人拍攝站偏好 所以目前狼分先排在9跟11 所以其實明星死了的話 也可以帶給好人蠻多資訊的 至少明星死了的當下 你可以確定你身邊的人不出刀 就可以先刪掉蠻多人的 有洞嗎 有洞嗎 等一下喔 我走一下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OK我好了 欸好像有洞欸 一騎 好 阿娃我是很草地欸 有點麻煩 5號超奇怪的 蛤 我們新線的 這很怪阿 這什麼6號 6號決定我們的任務條 6超怪的 這很像什麼第三方欸 喔 關燈了 關燈的時候有人面刀 等一下喔 看一下衣服 是9號嗎 我好像有看到欸 就是一道閃光從天空畫過去 剛剛打掃環境 然後關燈了 就有人面刀 但是我沒有看到 好像是9號 痾 我剛剛跑到出屋間那裡 我有跟八號擦肩而過 所以八號絕對不會出這一刀 那就看要出誰吧 這集阿娃你可以用鐵包我吧 然後夜裡有看到我 跟阿娃同時弄兩條任務條案 然後我那時候有看到 好像是12號吧 12號往客房方向走 就關燈幾秒後 是燕嗎 的確燕是關燈之後 他就往左跑 我不知道是9還是12欸 我剛剛有個6號擦肩而過 然後關燈的時候想說 都已經出發 這地方應該不太好多 然後就想要走去餐廳 到桌子那邊的時候 有看到一道光 這一道不會是6號 就是他從餐廳走過去出屋間 然後都沒有刀光 所以這倒不會是6號 刀光部就在廚房那邊 怎麼會說沒有刀光 那個時候我是走在最前面的 然後我在廚物間那邊 看到後面有個刀光 然後我不知道是誰 因為我沒有看到誰在那邊 我覺得應該是8或6欸 8號我覺得可能是老或第3號 大廳接線完之後 就在電力室那裡 然後就都沒有看到其他人 阿我是偵探 對 那個時候是我們2、3、5、9、12 再看3號金碎 然後9號走最前面 2、3、5在後面 關燈我怕了 就跑到客房 覺得9好像比較可疑耶 因為3、5、7 10、12應該都蠻好的 算現在6、8、9比較未知 但是8剛剛是拍明星的屍體 也不是到現任 這我是覺得可能可以先票9 我在想8號有可能是製導自跑 我剛剛關燈我們很多人在那邊 然後9往大廳方向跑 然後躲進廚房 我是看到8號從儲物間跑去餐廳那邊 一速刀關 我要回去拍之後 5號就拍了 算我絕對是8號欸 可是如果你8號如果有一個牌子的話 你一定會說明星指標阿 那9號那招阿 2爆可能有誰 男生刀的那就只有厭世男生欸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這場鵝鴨鯊裡面 唯一剩的男性就是驗了 在我的鵝鴨鯊粉絲場裡面 男性算是弱勢物種阿 只要說是看到男生刀的 那我們就鎖定那幾個人就可以了 遊戲還沒結束阿 6跟8也很可疑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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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沒聽 我剛剛在掃自己你說什麼 是第三方欸 監視器是紅的欸 是第三方我覺得 然後現在剛剛是12號 沒有沒有 你說什麼 剛12號是檢控 我說5號 5號你說你是什麼 我是幾號 等一下不要喔 我覺得你可以去槍6 或是8啦 不要過來喔 刀了 好可怕喔 好漂亮喔 我獲得短暫的帶刀能力啦 我想用刀8 包號不在 所以刀人能力也沒了 所以他是警長還是士兵阿 他是警長阿 感覺復仇者跟著警長或士兵走 也是不錯的策略 這樣他們刀人的時候 你就可以獲得帶刀能力了 而且復仇刀刀錯你也不會死 看來6號果然不是個好東西阿 158 8 那是誰的 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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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帥了吧 這不是這種孤獨人 是 玩68都很怪阿 好好笑喔 我就一介普風好人 然後我還要被砍 好可憐喔 最後呢 感謝我們昨天會員場直播時 松島的38港幣斗內 安安呀 還有Zita也是第一次斗內 謝謝你呀 還有加入會員5個月的星星說 暑假能不然台灣就看明天的考試了 阿妮考得怎麼樣呢 還有吳葉葉也將入2個月了 他說半夜有遇過我 欸你是不是沒有參加會員粉絲場啊 還有直接當很歪的三歲魚說 祝阿歪早日二酸訂閱 非常感謝我們頻道會員的支持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